银色修理車來到路口 突然踩煞車要右轉 後方騎士閃避不及當場撞上去 整個人摔倒在地上 忍痛爬了起來 但肇事駕駛卻頭也不回的開走 離開現場 車禍發生在桃園 11號中午12點多 一名駕駛行進桃園中峰路 要右轉新副街 沒有事先打方向燈 突然轉彎 擦撞到一輛機車 其實當時疑似已經進入駕駛視線死角 就那麼剛好完全看不到他 才會發生車禍 警方事後通知肇事駕駛道案 是一名51歲的成姓男子 沒有酒駕 公稱自己沒發現撞到人 但不論是沒發現還是故意 只要是當下沒有留在事故現場 但警方到場處理 依道交條例系項規定 照逃使人受傷 可處三千元到九千元罰還 儘管受傷歧視目前沒提告 警方已將駕駛 以兆逃罪嫌 喊送偵辦 提醒民眾發生車禍 一定要留在現場報警 否則雙方都有可能吃上兆逃罪行 TVBS新聞廖中間黃金芬桃園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